美典五合一選舉的定期政業在8月31號已經結束 官僚官參與社民主協議委員會推動公民參與社議長的制度 這幾天特別到官僚官選舉委員會來選選 表示條件的訴求 參與社民主協議會表示 除了合約民眾來經營 也會讓管長和雄定企業好選舉來進行優勝 請出人民的議長管業 希望在未來可以關心參與社議選發財的目標 為了正處理民參與社議選的管理 在五下選舉定期作業結束後 婚人官參與社民主協議會 特別來到選委會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希望讓這項制度成為這次選舉的重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那麼多的文字館 那麼多的烏龍預算 因為這些預算在編列的時候 執行的過程完全沒有問過人民的意見 所以我們認為真正要改革要解決困境 就是應該要讓人民能夠開始 在實踐中學習的把預算前例逐步的拿回來 參與社民主協議會總幹事 翁俊凱也表示 在年代選舉進行 他們所有的鄉管長和鄉頂市長的敗選人 來進行解釋 讓他們能夠緊加了解參與市議算的重要性 邀請他們針對參與市預算進行一場專題的政策辯論會 邀請他們到我們所舉辦的公民論壇來向全台灣各地的學者跟實踐工作者來取經 來了解說到底什麼樣的參與市預算模式是最適合雲林的 除了今次敗選人來支持這項制度 參與市民主協議會也好祝婚林鄉親作為來相應 並且在未來也將參與市議算制度化作為目標 這樣才是保障人民的管理最好的辦法 我們還要組織青年號召青年來針對這些候選人的政見 去做監看分析 製作比較表 提供給所有選民來作為投票的參考依據 以及最後我們要在今年選前就來推動參與市預算的法制化 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個固定的制度 而不是某一個候選人或某一個當選者一時的承諾 參與市民主協議會希望透過法動這項運動 讓大家可以來了解成績支持這項制度 而且將人民的醫生快意拿回來 也讓民眾都有參與醫生扁勒與自行的機會 這樣才有辦法將主委擁有需要的地方 請一波來帶動分析的發展 記得創造成人 彩虹博德